1966年8月18日, 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 接受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來自全國各地超過一百萬紅衛兵 以及人民群眾的立喊歡呼。 其後,毛澤東分別在8月31日、 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 11月3日、11月10日、 11月25日再有7次接見紅衛兵, 平均每半個月一次, 而最多一次的人數超過250萬。 毛澤東頻頻公開大規模接見紅衛兵, 目的就是向全黨全國宣示,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澤東親自策動和指揮, 而紅衛兵就是捍衛毛澤東的強大力量。 每次接見, 站在毛澤東身旁的, 就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林彪。 而林彪守則毛語錄,高夫說, 我代表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 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 向各地來的同學, 問好! 於是, 四個偉大就成為紅衛兵以及全國人民對毛澤東的稱號。 林彪的表態顯示毛澤東的政治立場, 得到軍隊的支持。 毛澤東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之後, 紅衛兵就開始走出校園, 在全國各地進行破四舊、立四身。 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和舊習慣。 凡是被紅衛兵認為與四舊有關的事物, 都被破壞、摧毀。 凡是被紅衛兵認為與四舊有關的人, 都被紅衛兵批鬥、懲罰。 紅衛兵隨意進入民居, 搜查與四舊有關的物件, 加以衝動、銷毀。 假如發現有可疑的所謂反革命材料, 這樣護主、家人都要受嚴厲的懲罰。 所有舊式商店都要自動改造, 而所有與舊傳統有關的地名、街名都要改用革命化的名稱。 紅衛兵隨時折查路人, 檢查他們是否忠於毛主席。 於是,所有人都是保書不離手、語錄不離口, 表示跟上形勢。 按毛澤東意旨, 發號司令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 准許全國大中小學停課。 紅衛兵可以到全國串連, 宣傳毛澤東思想。 坐車、坐船全部免費。 食宿亦由各地政府招待。 於是,數以萬計的紅衛兵聯群結隊, 在全國各地往來流動, 令到交通擠湧不堪。 各大城市的經濟活動也大受干擾。 而紅衛兵的破四舊活動, 令到社會秩序大亂。 又來到我們的神週五十年, 歡迎聽眾朋友繼續收聽我們的節目。 今天我們會繼續講講文化大革命時候發生的事。 上次我記得我們講到, 在1966年的時候, 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 接見百萬紅衛兵。 可以說令當時整個國內的情況熱火朝天。 可以說嗎? 當時人人都覺得, 原來我們的偉大領袖是完全支持文化大革命。 完全站在紅衛兵的立場, 來推翻舊世界, 建立新的理想社會秩序。 紅衛兵也想著, 我們這種行動真真正正代表民主。 我想在想, 那個年代在國內, 是不是還未有電視機? 有的, 不普遍。 我想在想, 如果那個時候已經普遍地有電視機, 相信那個震撼力會更加強。 幸好沒有電視機。 如果看整個環境, 如果我跟人口結構上看, 都有一些解釋。 整個世界來講,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我們稱為一到六零年代, 就叫做一個嬰兒潮的時期。 這個情況, 如果我們對照一九六八年的時候, 歐洲、美國, 都是學生運動的高潮, 因為我們有一條數計, 因為一九四五年戰爭結束, 差不多到四六四七, 就新生代出生, 到六七六八年, 就二十多歲。 中國的情況可能遲了一點, 因為還有內戰, 到四九年, 但無論如何, 去到六六年以後, 就正正是新生代出現的時期。 我們上次講過的問題, 就好像說是, 當時整個環境, 當然是學生全部湧出來, 而這麼多大學生, 一下子就說, 他們有個理想, 是有人引導的, 另一方面, 他們有他們的關注和不滿, 在一下子號召的時候, 在毛澤東的大領之下, 變成了所有聚集的大學生, 在處境裏面, 整個氣氛推到上巔峰。 其實自從六六年八月的時候, 毛澤東接見了百萬紅衛兵之後, 會不會陸續之後的日子, 毛澤東都很頻密地接見紅衛兵呢? 幾乎每半個月來一次, 就是這種大型的聚會, 然後這個大型的聚會, 每一次都牽動起, 全國的一種高昂的情緒, 激昂的情緒, 令到這個紅衛兵更加肯定, 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 是為了捍衛毛主席, 為了捍衛共產主義革命, 為了所謂推翻中國一切的, 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弊端, 然後為建設新中國, 做了偉大的貢獻, 而所有當時的報刊, 都是由中央文革小組, 換句話說, 由毛澤東、江青、 張春橋、 姚文元等等的人支配, 都大肆讚揚這些紅衛兵的行為, 是正義的, 是一種正確的行動, 是得到全體人民的擁護, 當然, 群眾在這種情緒的帶動之下, 亦都覺得, 舊社會, 或者舊的政治體制, 是有很多弊兵, 而另一方面, 有很多當權者, 就是維護這些舊的體制, 舊的社會, 所以亦都要支持這些紅衛兵, 推翻這個舊體制, 另外一方面, 亦都有一部分群眾, 在整個潮流下, 是不敢忽逆這種巨大的共同呼聲, 在那個氣氛之下, 就越來越激烈了, 甚至乎要打倒不正義的一方, 當然要打倒, 因為當時毛澤東所宣揚的理念, 就是要打倒牛鬼蛇臣, 打倒反動勢力, 所以, 用這種情緒, 轉化為一種激烈的行動, 而另一方面, 就有一些民間裡的習慣, 他認為是和社會主義, 即毛澤東的理念, 有違背的, 當然所謂認為, 由他們自己的立場出發, 全部都要打倒, 譬如一些石碑, 裡面挑了一些清朝, 民國時的告風某些東西, 聖旨, 要將整個石碑打倒, 譬如你家門口, 就掛了這個牌匾, 就要把牌匾掃低, 譬如你牆上貼了一些春聯, 徽春, 裡面有一些吉祥的語句, 全部要撕下來, 屋主要當場認錯, 要種種的東西, 後來再進一步, 就進入一些所謂被批判的人的家, 所謂被批判的人, 當然我們要知道, 黑五類, 黑五類分子, 譬如以前讀過舊社會書的人, 博博齋的人, 博博齋, 讀過西方的大學, 即是那些教會大學, 或讀過劉鶴的劉鶴生, 那些人, 入到他家, 然後就搜查他家裡, 有沒有四塊的物品, 柏內品, 有沒有線莊書, 我看過一些書記載, 譬如老殘猶記劉鶴的孫, 他被紅衛兵抽查, 家裡凡是直行牌的書, 都被抄判,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在六零年代之後, 六零年左右前後, 大陸出版的書, 都用了簡體字, 而又打橫牌, 凡是凡體字, 而打直排的書, 一定是四舊的書, 一定是四舊的書, 不是簡體字的書, 都要被抄, 送了去, 要是銷毀, 要是寄存在倉庫, 很多這樣的人, 都受到牽連, 入到家裡搜查, 譬如有些書信, 涉及一些, 譬如他們認為, 對社會主義不敬, 譬如有些照片, 是民國時的照片, 照片的底下, 是拍到國民黨的一些標誌, 這些人就大件事了, 就要被出來批鬥, 處罰, 罰貴, 甚至被打一身, 拒禁各種東西都有, 這種就變成熊衛兵橫行的一種時代, 已經去到一個, 譬如肢體的傷害, 以至到古代器物的破壞, 我們可能印象會比較深刻一些, 譬如說, 殘存的, 以往還會見到一些, 巡蟲被人劈了頭, 這些就是一些, 石碑打斷了, 這些有時候我們還會在, 一些報章, 報物館還會見到, 但是有些時候, 我在想, 那些紅衛兵, 很多都可能是, 其實本身, 原本的身份, 是一個學生來的, 是一個青少年人的, 絕大部份的學生, 以他們的標準, 其實他們對著一本線莊書, 他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雷電在說什麼, 這就是一個形態, 當時是一個符號, 一個象徵意義, 一切可以標示著, 我們叫做, 與社會主義, 尤其是說, 毛澤東所強調的, 社會主義路線不符合, 就是視為一個, 他還未知道, 毛澤東的路線是什麼, 他認為心裡, 覺得這是舊東西, 不是新社會需要的東西, 都要打倒, 例如, 所有商店的店名, 又要改, 譬如, 全聚德, 靠額店, 他認為, 舊思想, 舊習俗, 全聚德這個名, 百年老舖, 實在是封建, 就是封建的痕跡, 於是, 強壁要改名, 叫做北京靠額店, 同仁堂也要改名, 所有店舖的名, 要改了, 有革命色彩的名, 要為人民服務色彩, 譬如, 東風的靠額店, 東風藥譜, 反修, 反風藥譜, 那類的東西, 街名又要改, 全部那些, 凡是有封建意識的, 有跟外國的觀點在這裏的街名, 全部都要改, 那上海的街名, 是不是改得最多? 上海街名很早就已經改, 其實就不是共產黨做的, 不是文革的時候, 不是, 是中華民國政府1945年, 收回所有的租界之後, 已經改了很多名, 之前也有一批名改, 在公共租界, 那些名字, 在外國人勢力佔據之前已經改了名, 改了南京路, 但是發租界的街名, 仍然有西方的, 譬如夏飛路, 到國民政府, 收回這個發租界之後, 陸續也都改了中國式的名字, 那就不關紅衛兵事件, 千萬, 有一件事要搞清楚, 我聽到很多朋友, 或者聽眾, 看到我想問我, 有很多事情就是共產黨做的, 其實不是的, 就是這個叫什麼呢, 歷史上不斷地發展, 就不是所有的, 不好的事情都跟共產黨做的, 都推向共產黨為同位秘道, 有個朋友跟我說過, 外蒙古的獨立, 是共產黨給他獨立的, 其實我以前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 在其他節目裡也講過, 外蒙古獨立是1945年, 蔣介石派宋子民和蔣經國去蘇聯的時候, 跟史大林達成協議的, 而1946年1月5日, 國民政府是批准外蒙古獨立的, 是國民政府批准外蒙古獨立的, 就跟共產黨是無關的, 但是有些朋友, 從某些報章裡面說, 外蒙古都是共產黨批准獨立的, 這就是錯誤的, 歷史就要告訴我們, 那個是非曲直, 都要說回那個事實, 就不是說, 你不喜歡那樣東西, 就想所有的壞處推給他, 問題就是這個叫慣性思維的問題, 因為我們記憶裡面最大的破壞和浩劫, 都是在那段時間裡面出現, 也都殘留下來的記憶裡面, 也都很多類似的事情, 以後我們就進入文化大革命數, 其實不是的, 文化大革命當然它的所謂的破壞性是非常強的, 除了剛才我所說的, 也反過來, 你委潑民問我的問題, 你怎麼可以證明, 這是毛澤東的想法呢? 於是那些紅衛兵就有一個做法, 強迫這個老百姓要背毛語錄, 每個人要難無章, 手抓紅寶書, 隨時折茶街上的行人, 考一下你, 考一下你, 你可不可以背毛主席語錄的第幾頁, 那些人一背不出, 就起碼被人罰企, 或者被紅衛兵批鬥他, 逼他掃街那些事情, 後來發展為, 你要買東西的時候, 先要說毛語錄, 然後買東西, 有點像那些暗號, 一進去, 天地會, 笑話, 在紅衛兵監督底下, 進去所有那些, 也有時候不用監督, 因為我不知道對方的態度是怎樣, 有個客人進去店鋪買東西, 通知, 讀一輪無語錄, 譬如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力量, 我要買一斤豉油, 然後那些伙計回答他, 又回答一句, 毛語錄, 兩號半字, 於是大家講話之前, 都先講毛語錄, 是不是這個時候已經開始了, 人和人之間, 其實那個猜忌, 就比之前那些年代, 譬如之前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運動, 或者一些思想運動, 的時候是更加厲害的, 更加厲害, 而是社會化, 他將以前, 你右派沒有報紙寫過東西, 你沒有做過任何的, 所謂公開的宣傳, 言論的話, 誰理你的, 應該不用怕, 那時候的百分比很低, 因為中國的知識界, 人口很少, 到這個熊衛兵出來的時候, 人人都有一個恐懼感, 壓力, 誰知何時有人去截查我, 就發覺我身上有些東西, 是違禁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違禁, 例如穿牛仔褲, 你知道廣州有時候, 當時有些香港的物資寄上去, 那些人穿牛仔褲, 美國貨, 牛仔褲, 那時候一定有一個款式問題, 那便被不剪, 剪短牛仔褲, 而另一方面, 梳的頭是長頭髮, 於是被迫剃頭, 那類的東西, 這是輕微的, 而再發展下來的時候, 有些人為了顯示, 他向毛主席效忠, 就要早上運動的時候, 跳中字舞, 然後日後, 向毛主席的畫像, 先說一輪, 如何效忠社會主義, 效忠毛主席, 然後晚上回到家, 將他日後做過的事, 向毛主席的畫像來報告, 所謂招請示, 萬匯報, 這種行動, 在整個社會上形成一種, 所謂的, 很大的風潮壓力, 人人都會這樣做, 這個就好像我們所說, 就好像西方曾經出現過, 叫做獵巫時代, 所謂獵巫, 不是毛澤東, 搞清楚, 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就說軍事, 遙傳有這個女巫, 所以, 就有教會的支持之下, 加上群眾的恐懼, 因為總是會有些事情, 你覺得不可解釋的時候, 都會歸咎於, 歸咎於, 可能是不是有女巫搞鬼呢, 於是, 大家群你去捉女巫, 互相指控, 其中反映一件事, 就與有關的, 剛才張偉國所說, 大家講到自保的心態, 你自保的時候,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檢舉別人, 我站在控訴那一方面, 當然有利過, 我在一個被動地, 等別人, 我究竟會不會被控訴, 被人控訴到離, 所以剛才, 張偉國所說, 一種比較被動的人, 我就用不同的方法, 表示我是一個效忠者, 但與此同時, 都有人插隊, 插入這些群眾, 爭取主動, 不斷進攻是最後的防守, 加入檢控隔離屋, 等等那些行動, 人都受到監視, 人人都有恐慌, 於是這個文化大革命, 就起了一個, 所謂有一種震蝕的作用, 另外, 在這個文化大革命裏面, 除了剛才我們講到紅衛兵, 他們可能成為一個, 其實是一個小的秘密警察, 在整個公開, 一個小的公開警察之外, 聯群結隊, 還會去到其他不同的城市, 到處走, 又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毛澤東曾經說過, 革命鬥爭的經驗, 四維要宣揚, 毛主席的思想, 在全國各地要宣揚, 而紅衛兵, 就是宣揚毛主席思想, 宣揚這種打倒四舊, 打倒牛鬼蛇臣的一個先鋒, 所以他們, 當時已經停了課, 沒有人讀書, 他無所事事, 即壓成一股很大的動力, 於是要人們有一個欲望, 有一個祈求, 要去到其他地方, 宣揚毛主席的思想, 或者宣揚文化大革命的理念, 於是得到中央文革小組的認可, 就准他們全國來串連, 所有的紅衛兵, 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串連行動, 幾百萬人四圍走, 聯群結隊, 有些就去延安、 井江山, 或者去到各大城市, 參加批鬥, 或者學習批鬥等等, 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旅行, 令到全國的鐵路、交通, 和各大城市的食宿, 都陷入這個, 非常混亂的狀態, 即是紅衛兵到處走, 大串連是免費的? 免費的, 由國家給津貼, 即是給食宿, 當然所謂食宿不是高檔, 有些人入到學校裡, 在課室, 幾百個紅衛兵, 躺在課室裡面, 人逼人, 有些地方就是, 一個火車, 一卡火車, 本來裝一百幾十人, 裝夠五六百人, 有時候有些回憶就是這樣說, 在火車裡面, 連車的椅子底, 行李架, 椅柄上面都坐了五六個人, 椅柄本來坐三個人, 每張椅子三個人, 椅上面已經坐五六個人, 椅柄上面又坐五六個人, 行李架又坐人, 腳底下面又坐人, 整個火車就變成了, 駕電魚一樣, 即是這樣的情況, 紅衛兵的大串連, 但這些小孩子, 其實就是很開心的, 覺得這樣做, 就是一次的偉大的經歷, 這樣, 好, 那今天我們在吳神州五十年裡面, 講到紅衛兵的這種大串連, 亦都講到他們破四舊, 立四身, 下一集在我們同樣時間裡面, 我們會繼續請張偉國和麥敬生, 跟我們講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之中, 其實有另一個, 更加令人覺得驚心動魄的情境, 就是當那些政治高層, 被拉出來去批鬥的時候, 那個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長談。